好来关注中国南篮职业联赛的相关消息 昨天下午的一场比赛领头羊广东队对阵八一队 身穿白色球衣的广东队单外援出战 他们开局有些慢热 而乘着两年胜之风的八一队势头很猛 防守端他们努力拖慢广东队的节奏 而进攻端八一队连续使命中三分球 几度取得领先 双方上半场打得难解难分 下半场比赛广东队改变防守策略 打法简单的八一队逐渐落了下风 陈俊飞持续不断为广东队贡献得分 帮助球队逐渐地扩大领先优势 比赛末节八一队将落后的分差追至各位数 但邹宇辰的受伤让他们最终是进攻势头停止 而最终广东队以116比108战胜八一队 取得本赛季24连胜 昨天进行的其他两场比赛结果 分别是北空为104比97战胜上海 吉林88比95不敌浙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